大家好 很多话语在养南花的时候应该经常会发现 南花的这个叶片特别是夜间呢 会出现这个枯黄或者是发黑的情况 那么出现这种情况是什么原因呢 首先第一个原因的话就是过湿 就是说我们如果用的植料 大多是细植料 或者是呢浇水过多盆土过湿 就会导致根系 所以闷根发黑或烂的情况 那么根系呢 就没有办法吸收水分和养分 就会导致你的南花的夜间呢 无法获取正常的水分 而出现焦黄干枯的情况 所以就是第一个原因过湿 第二个就是盆土过干 之前跟大家说过盆土不能够过湿 但是如果盆土过干 也会导致根系呢吸收不到水分 那么南根它缺水萎缩了 夜间呢无法获取到正常的水分呢 也会出现这种焦黑啊干枯啊发黄的情况 所以呢大家一定要注意 焦水的话呢 一定要做到这个见干见湿就可以了 千万不能够过度干旱 第三个原因呢就是过肥 就是说啊肥多了 或是呢施肥太多太浓 导致出现肥害 出现肥害的话也会导致啊 夜间呢出现发黑焦枯的情况 所以呢就是第三个原因 施肥大家一定要注意 薄肥勤施就可以了 千万不能够过浓 第四个原因呢就是过旺 就是植株呢长得太过旺盛 然后呢它的这个盆土里面的根系 已经占满了整个花盆 那么你的这个花盆里面呢就没有多余的这个植料 然后给植株呢供应养分 那么植料里面的养分呢已经消耗殆尽 再加上浇水的又很难浇透 也会导致啊这个水晶根呢出现萎缩 然后造成南花的夜间发黑枯黄 所以呢我们在养南花的时候 如果你的这个南花的长得太过旺盛 比较多的话 在满花盆一定要及时的进行分盆处理 所以这是为什么南花它的这个夜间呢 容易出现枯黄发黑的情况 这四个原因 就是这四过 而今天就分享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